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 比勒俯伏,尼波弯腰 巴比伦人的偶像 驮在走兽和牲口上 你们所抬的 现在都成了重担 成了疲乏的牲畜身上的重负 他们一同弯腰 俯伏,不能保护重负 他们自己反倒被掳去了 雅各家 以色列家所有余圣的人啊 你们都要听我的话 你们自出母腹就蒙我怀抱 自出母胎就蒙我提息 直到你们年老 我还是一样 直到你们发白 我仍然怀抱你 我以前既然这样做了 以后我仍必提息你 我必怀抱你 也必拯救你 你们要把谁与我相比 谁与我相似呢 你们把谁与我比较 好使我们同等呢 那些从前代到处金子 用天平称银子的人 雇用金匠制造神像 他们向神像又俯伏又叩拜 他们把神像抬起来 扛在尖头上 然后把他安置在固定的地方 他就立在那里 总不离开他的本位 虽然有人向他呼求 他也不能回答 他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 你们当纪念这事 要坚定不移 悖逆的人啊 你们要留心思想 你们当纪念上古以前的事 因为我是神 再没有别的神 我是神 没有神像我 我从起初就宣告末后的事 从古时就述说还未做成的事 说 我的计划必定成功 我所喜悦的 我都必做成 我把智鸟从日出之地召来 就是把成就我计划的人 从远方召来 我不但说了 而且也要使我的话实现 我不但计划好了 而且也必实行 心里顽固的人啊 远离公义的人啊 你们要听我 我使我的公义临近了 必不远离 我的救恩必不迟延 我要为以色列 我的荣耀 在西安施行拯救